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天都在说 是吧 他说了很自然 但是我们这辈的人 你们这辈的人的经验 你比如说像我们和父母 我一生没有跟我母亲说过我爱你 我母亲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三个字 大家能理解吗 我们那辈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一个语言就是说 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很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前面 前面他说的死鬼 那是男女之间的一种 非常美妙的一种表达 叫他死鬼 像你们现在叫做流氓 那肯定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 是不是对等的 他是 以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肯定 这两个意思肯定是不能对的 因为死鬼 他是带着农村的那种 劳动的那种 朴实的 那种 女孩子对男青年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呢 确实 你们现在读这个诗 觉得非常奇怪 这不自虐吗 是吧 那三个字怎么那么难表达 结果错过了 人生的多么美好的幸福 是不是 但是反过来说 那个年代 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 回忆起来 就有很多很多这种错误 就我们一生的情感生活 基本上是由错过来构成的 但是你们现在也有另一种东西 你们觉得我们很倒霉 是吧很傻瓜 错过了 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你看你们没有错过 但是呢 你们有痛苦吗 有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啊 也有啊 你们还觉得有痛苦 是不是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最喜欢 曼弗罗的一首诗 他说 我所得到 与我所失去 我所到达 与我所错过 简直没有什么可自豪 大家 读过曼弗罗的诗吗 也是很富有哲理的 是吧 我所得到 与我所失去 我所到达 与我所错过 简直没有什么可自豪 就是说 人的一生 你所得到的和你失去的 你所到达的和你所错过的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自豪的 它都是 你得到就意味着你要失去 你失去 也可能意味着你得到的另一种东西 但是 大家说这不阿Q精神吗 这不阿Q吗 但是 这些东西 对于 我们那一辈的少年 时代来说 确实这种诗 他具有非常 非常深的那种 能够深入我们心灵去的那种东西 那种情感 这 朗弗罗是美国的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里写的是一种伤痛 但是这种伤痛他写的很淡 淡淡的哀愁 是吧 生活中错过的那种情感 这种情感 在我们那种年代 甚至比我们更早一些的 那些 刘沙河是我们的父辈那一代 那么 应该说 是非常普遍的那种情感 但是 总是一种 他不写的那么 不像一个 怀有深仇大恨恨的人 但是对生活 怀着一种淡淡的 一种哀伤和忧愁的人 但他整个是 是显得非常的明朗 和非常的 非常的清纯 清俊 那么木旦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说的九叶诗论 大家了解这个概念 就是 九叶派的命名的由来 那么 1981年呢 就是 将这些 这几个诗论的 40年代的诗作 那么编选 这里写错了 一个是编选为九叶集出版 所以他们随后也被称为 九叶诗群 那么 或九叶诗派 那么 通常呢 包括 这九位 曹信之 辛迪 陳静隆 正名之 唐迪 唐欣 杜韵蟹 木旦 杜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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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可以看到 五七年的诗刊 第二期 那个时候 应该是反右还没有开始 还是 乘着一九五六年的这样一个双白的方针 所以呢 能有这种藏歌 这种事 表现出来 是吧 那你可是有别了 我的朋友 我的阴影 我过去的自己 天空这样蓝 日光这样温暖 在鸟的歌声中 我想到了你 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 多少人在天海门写下诗语 我在那里也举起手来 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域 你还向哪里声音和微笑 连你的微笑都那么含枪 你的千言万语虽然曲折 但是阴影 怎能碰得阳光 所以大家看一看 在那个年代 其实这也写了一个个人和革命的一种困惑 是吧 在天海门前 大家都写下诗语 这是一种革命 那年代的青年都要向困难进军 是吧 到远方去 在天海门里向诗语 要向往革命 要投身革命 那么 其实 木旦他写下的这种藏歌 是企图埋葬自己的过去 把自己的过去埋葬 然后能够走向集体 是吧 他的诗的结尾说 就这样 像只鸟飞出长长的阴 阴暗的涌道 我飞出会见阳光和你们 亲爱的读者 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 而我呢 这贫穷的心 只有自己的藏歌 所以 大家看一看 在那个年代 其实已经是五六年 五七年年初发表的 是吧 那个时候还是百花齐放的时候 他能够把内心预疾的那种阴影 那种困扰 跟他表现出来 但是 他其实 依然是 在革命和自我之间呢 他一直要 放弃自我 一直要 去投身革命 你可以看到这种藏歌的意思是 要埋葬自己的过去 但是这个埋葬 是非常艰难的 而他的自我能够彻底摆脱嘛 所以我觉得他 并不是十分有把握 那么关于心明跟运动呢 我这里就不多谈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看书就行了 那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种 一种夸张的文学运动 但是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看 社会主义文化 它所具有的这种人民性和群众性 在明跟运动呢 也是达到了一种高潮 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呢 还有小金庄的这个赛事会 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艺术的海洋 就是革命和艺术的这样一种结合 那么新明跟运动呢 应该说是 开启了它最初的那种方式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 在恒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文化的革命 它必须要通过文化来革命 通过文化来革命呢 它才会有一种实际的 这样一个现实的实践来展开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就为什么毛 毛泽东 还有他们这么关心革命文艺 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项事业 它是一项 在文化上 它是一项开创 它要建构一种新的一种文化 就是说这样一项政治的一种事业 它要依赖文化 它是通过文化想象 来给它建立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 就是说它合理性的逻辑 已经无法从历史上来找到一种论证了 是吧 它是要炸碎千百年来的剥削制度 私有制 那么 它这一切必须通过文化来给予想象 你看在苏联斯大林 它也很关心文艺 是吧 它跟高尔基搞得很近 但是它也非常 非常这样一个激烈的 迫害了很多的知识分子 好 关于这个我就 谈到这里 我们接下去呢 可以谈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的文学 这个课件是马真做的 大家下了很大的功夫 给大家找了很多的图片 在座的可能对文化大革命都 都没有什么记忆 有吗 就是说听说过 但是没有什么 论识可能比较模糊 那么当然也不是我今天在这里 就这么个马钟头能讲清楚的 但是呢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得先要给大家一些感性论识 而这个感性我给大家提示的 可能是很 可能是很矛盾的现象 很矛盾的 很矛盾的现象 当然在我们这个党的文件当中 文化大革命已经是被批判为是极左路线 是吧 同时呢这个在我们的历史的叙事中 文化大革命也是 是一场被虚 被虚为一场灾难 那么在很多这个老干部啊 或者他们的经历当中 他们的回忆录当中 包括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当中 牛盆扎记啊干校 干校六计 那么等等在这些里边 也都巴基的随想路等等 那文革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充满了一种疯狂和迫害 那么在知青一代的 作家那里的文革 也有像孔杰森的 在小河那边 那么那种表现 但是呢 对文革的叙述在不同的 更年轻一些的 像王硕的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吧 它又变成另一种东西 所以这个 但是整体上来说 对文革大家 都是会把它看成一个非常 负面的 是中华民族历经的一场灾难 是一个人性恶的一种表现 在我们的官方的 可能有关的一种文件当中 可能是文革迄今为止 还是一个禁区 不能直接去表现的 但是 也不断的总是有小说写到那一段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尺度 在什么地方 那么至于电影好像是 通常是不能够表现 那么只有这个霸光别姬 它是有 中间有一段文革中 但是其实 这个活着也有一段文革 是吧 其实也并不能说 它都不让表现 所以这个尺度 完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 因此我也很难把握 我在这里讲课的这个分寸 就是到底能谈到哪一步 因为既没有明确的文件 也没有这方面的张可循 只是听说 听说不能够表现 听说不能够如何如何 所以只能说 我把文革的这个 这个时期的文学 以及这些文化 非常简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千秋公罪 我们评说 这是马真给我们的客县做的 第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年代 红卫兵他们这个要 重新就是叫做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所以千秋公罪 我们评说 就是要把前死的历史全部推翻 要由一代红卫兵 喘将他们仗起来 来给历史 重新开创新的一种未来 那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非常多 以及对它的阐释也非常多 但是呢 基本上对文革的阐释是分成两个极端的态度 要么是肯定 要么是否定 那么当然否定的居多 肯定大家会很疑惑 居然还有人肯定是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的左派 以及中国的新左派 他们是肯定文革的 是吧 包括如果说我们系的老师 像哈渝海老师 他可能会肯定文革 但是我没有听他直接说过 我也只是听说 那么我们通常是 在我们的叙述中 文革是被看成是一个例外 是吧 是拼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 是极左 是四轮班搞的 是吧 就是所有的粉碎的四轮班 就把文革的历史结束了 十年文革 都是四轮班搞的 所以在我们的党的文件中 和我们的历史 正统的历史叙事中 我们都是这么叙事的 但是呢 我觉得要从学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文革显然不会只是四个能 有那么大的能量 是吧 它肯定那么强烈的 全面的深入的一种爆发出来的东西 它是我们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斗争和运动的避狼产肉 那么也可以说 它是中国现代性激进化的最强烈的表现 那么这是我对文革的一个论断 那么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革命的合理性的避狼阶段 与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成是政治偶狼偏向导致的后果 都不是对历史进行深入把握的态度 我们既要看到历史避狼性和某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同时也要看到它的能为的谬误 就我这里补充了一下 就是一方面它是历史避狼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确确实实它也是有非常非常偶狼的 比如说 假定说没有江青 那么可能文革它会是另外的 它发动起来会有别的困难 是吧 那么四轮班就无法建立起来 是吧 所以历史是不是那种铁的避狼性 我经常总是要对我们叙述出来的这种避狼性 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爱去归纳这些避狼性的时候 我会给予某一些警惕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会把它看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创伤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来讨论文革时期的文学 我们才能理解文革文学当时政治历史的关系 理解那种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方式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对文革词批判态度 这是我非常鲜明的立场 文革的发声大家要了解一下 就是1965年11月10日 可以推到这里 文卫报发表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这是毛泽东直接授意的号 11月30日 《人民日报》转展了姚文元的文章 由此开展了对武汉海瑞罢关的批判 那么武汉大家可以 这个武汉呢 武汉是清华 清华的这个历史系毕业的 毕业一直在历史系 乘在历史系论教 那么其实呢 说起来 武汉是我党的老前辈 那么大家看一看那个建国大业 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党民门 当时和中国中共风雨同舟 是吧 我党和贵党风雨同舟 是吧 这个对蒋介石 这个当时那个张兰啊 张兰叫做表老啊 他就是我们民门县论的常务副主席 张梅颖的爷爷 张梅颖的爷爷 所以张兰啊 张表老啊 他地位非常高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民门是拥护共产党 为建国打业的也立下来不朽的规定 这是我们党的老前辈 像这个乌寒呢 都是我们党的老前辈 嗯 当然他后来因为写了这个 海瑞罢官 那么被批判 那么69年呢 是寒冤致死 那么他的妻子也 也迫害致死 他的女儿也是76年 在狱中自杀身亡 那么79年才平反 但是有吴寒邓托廖摩沙 是吧 就称为三家村 所以 他们都是在文革中 遭受到破碍 这是吴寒的照片 他是历史学家 啊 那么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 他考清华 那么数学考的零分 哈哈哈哈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卓约的历史学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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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